他是终结比赛的王牌投手 鼎盛红雀时代的铁三角之一 他极度陪抱赛阳 四度入围却都空手而归 他老儿迷奸 退役之灵再现心计 扛下王牌重任 他就是本期棒球巨星大运的主人翁 亚当·文莱特 1981年8月30号 文莱特出生于乔治亚州的布伦瑞克 在他7岁时 父亲便和母亲离婚抛下了这个家庭 家庭的重担就这样压在母亲一人身上 为了拉扯两个孩子长大 母亲身兼数职 每天早出晚归 而文莱特也继承了母亲这份坚韧 成为他以后面对挫折的坚定力量 虽然没有父亲的陪伴 但文莱特有一个拳天下最好的哥哥 特雷 长兄如父 特雷在他生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使他成为职棒球员的推动者 他们经常一起打棒球 一起看比赛 兄弟俩都是勇士队的忠实球迷 在看到文莱特的棒球天赋后 哥哥便积极为他规划 在没有充足资金的情况下 哥哥还设法自己动手在后院里 建了一个投手球 并自此担任赔练的角色 兄弟俩在这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而文莱特也在这简陋的图堆上 种下了打入大脸膜的梦想 高中时期 无论是学习还是体育项目方面 文莱特的成绩都十分出色 在橄榄球 篮球 棒球方面都表现绝佳 而他轻而易举扔出的 90万速球和变化波测的取球 则让他在学校棒球场上大放光芒 成为学校公认的希望之心 毕业前便获得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全额奖学金 还被众多职棒球团纷纷巧先锁定 都试图摘下之科璀璨之心 是以奖学金的方式上大学 还是投身于职棒 在兄弟俩心中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能否得到 儿时向往的勇士队的青睐 为了让弟弟圆梦 哥哥略失小季 决定赌上一把 在两千年选球那年 特意电告哥哥球队 说温赖特要去上大学 暂时不打算进入美职棒 当时所有对温赖特感兴趣的球队中 只有勇士队没有收到这个假消息 果不其然 在哥哥的机制谋略下 温赖特顺利以首轮之字签约勇士 展开期待英雄的职业生涯 进入小联盟后不久 他在2001年里边的EA层级 以184次参战 打破了由陈永彩 保持的梅肯勇士队对时记录 隔年便入选MLB全明星未来之星大赛 凭借优异的表现和稳定的发挥 2003年温赖特顺利竞争2A 并且同年还入选美国奥运棒球国家队 儿时的梦想一夜之间全部得以实现 兴奋之情一语言表 他迫不及待地向所有人分享着自己的喜悦 然而 接二连三个打击敲碎了他所有美梦 就在集训队准备一训墨西哥时 温赖特突然接到通知 他被移出奥运大名单 而做出这一决定的人 并是时任奥运队棒球教练的大卫斯托尔特 温赖特不愿放弃 缴到斯托尔特理论 斯托尔特直言 其不具备参加奥运队的资格 问题不在技术 而是自信心不足 这将导致他潜力无法发挥 一喜化让温赖特迷记在心 正所谓福不双将 祸不担心 同年12月 他的勇士梦也随之破碎 勇士为了补强外野短板 将目标瞄准红雀的基地德鲁和伊莱马里罗 为此勇士不得不拿出三米球员作为交换条件 其中便有勇士最原欣赏的温赖特 来到红雀后 温赖特直接进入3A 但仅出赛几场便遭遇到了韧带受损 虽然万幸不用开刀动手术 但依然使他错过了大半的赛季 2005年 他的表现稳步提升 终于在赛季末被提拔到大联盟 战上大联盟投手球的温赖特 特别珍惜致死露脸的机会 然而温赖特的出赚板并不如意 他只投一局便疼遭三分炮中击 当年10月 他也没有进入球队的季后赛名单 这样温赖特的心情跌到谷底 我再也不想回小联盟了 2006年春训期间 温赖特进竹轮值失败后 在信中默默立下决心 但宁愿进牛棚打替补 也不愿被球队下放3A 重整信念 温赖特不再守着先发投手的光环 而是以配角的身份成为球队的中继投手 5月24号 他第一次作为击球员 便在对阵职员队的诺亚洛瑞的比赛中 击出一支本雷达 成为MLB史上第22位职业生涯首打席 首颗球就击出本雷达的球员 凭子出彩的一击 温赖特信心大增 也随之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 9月初 由于之前的红雀终结者 杰森·伊斯林豪森殷商对赛 温赖特被迫扛下球队终结者的重任 在27号和30号 他保住了两场关键比赛的胜利 顺利帮助红雀夺得国联中区冠军 打败稳入季后赛的休斯顿泰国人队 在季后赛中 温赖特与莫莉娜·普洛斯组成神级阵容 他们在季后赛带领红雀一路高歌母进 将红雀队一路推向世界大赛 在世界大赛上 他与莫莉娜默契配合 完成了终结比赛的最后一球 在第5场9局上半 温赖特用一颗滑球将布兰登英格三阵出局 帮助红雀夺得阔别24年的世界大赛冠军 2006年赛季的亮眼表现 让温赖特必受关注 他精湛的球技和超强的适应力 足以证明他已不再是当年 大卫斯图尔特斯文言 心里素质不行的小绿萌新秀 雨一见风的他已然摆脱枷锁 与最佳大当莫莉娜 在最高棒球殿堂上 创下一次又一次精彩瞬间 2007年 温赖特顺利挑为先发 在与莫莉娜的配合下 他体内的潜力逐渐完全释放 手宁任职先发 便创下最多胜的对时记录 成为红雀最可靠的投手 2009年便以19胜8败 防御率2.63的精彩表现 占稳红雀王牌地位 并摘下生涯首措金手套奖 2010年则更长一层楼 以2.42防御率首度拿下20胜 然而尽管温赖特在这两年来 支霸投手球 但他却连连与赛阳角失职交臂 每当他有优异表现时 都会出现更强劲的投手 2009年在多方看好 并获得最多第一名选票的优势下 却被林斯肯 卡本特后来聚上 GG票选第三 成为近1998年霍夫曼宏 史上第二个囊括最多第一名选票 最后却无缘赛阳的背景降投 2010年则直接败给了 投出完美比赛和乌安达比赛的 名人堂巨腕罗伊·哈勒戴 2011年温赖特因手臂正在拉伤 不得不做TG手术 整个赛季因此报销 受此影响 直到2013赛季 温赖特才逐渐找回以往的球尾 他的防御率再次回到二字头 再度成为赛阳奖的热门人选 然而却下逢克肖经验的1.83防御率 无奈只能屈居克肖之后 再次与赛阳擦肩而过 接下来的一年里 温赖特与克肖更是上演了一出赛阳区主战 二人你来我敢步步相让 最终温赖特还是被克肖反超 四度措施赛阳奖 面对遗憾 深信乐观的温赖特在采访时 总以打虚的口吻回应 当问起下一个赛季和克肖 竞逐赛阳奖的把握时 温赖特坚持严肃道 知道有个人跟我具备相同的企图和渴望 对我是种激励 接着却又露出顽皮的小龙道 我会借尽全力 然后看着克肖继续拿下赛阳奖 然而人们期待的下一场赛阳追逐大戏 并未上演 2015年的4月 温赖特不禁在击球时脚踝受伤 不得不做修复手术 医生说 他得调养大半年才会恢复 这就代表着温赖特该年的赛季已经报销 就在球迷们苦等他商与归来时 温赖特却以另一种方式 再次出现在观众的视野 从小就热爱喜剧的他 一直都希望自己能主持 周六夜现场 这样一档能给观众带来 欢称笑语的综艺节目 在他康复训练期间 恰巧得到电影导演的青睐 出演喜剧电影Paximity 首次亮相大一幕 而温赖特也没忘记自己的主持 他在拍摄间隙 激起康复训练 医生预计九个月的调养时间 他仅仅花了五个月 在常规赛结束前两周 便再次加入球队 温赖特开朗有趣的个性 让他进场和队友打成一片 无疑是球队里的喜剧人 然而他的随性爽朗 也给他带来了麻烦 在2014年全民行赛上 即将退役的洋记队长基特 退场前两打输 推出的两只安打 赢得众多媒体与球迷的欢呼赞誉 贡献其诱因之安打的温赖特 在采访时随随随谈道 我丢了比较豪大的球给他 他值得 而他这随性的言论 却被媒体打作文章 知道自己幽默过头的 温赖特大觉无妙 随后立马做事解释 但由于当时基特在球界得了望重 备受球迷爱在的地位 加上舆论的口上交友 啥时 球界对温赖特的恶评如潮 认为他看不起基特 而整个球界当时唯一没有神器的 恐怕只有基特 因为就有他知道 温赖特认出的婚小事业的卡特球 和98迈的深口球 哪里是他口中说的比较好打的球 随后几年里 年龄逐渐增长的温赖特状态也明显下滑 在2015年手术后 温赖特便经常遭到各种伤病的困扰 他的速球系球种明显下滑 只能靠着取球 撑起红雀王牌先发投手的名号 就在外界都认为 这名老将终将在2018赛季 结束职业生涯时 他则苦练球季 在岁月和伤病的磨练中念谈重生 再度成为红雀轮值主力 更在2021年6月完成职业生涯 1943针 整个赛季投出17胜700 取得2014年以来最好的成绩 再次创下生涯高光时刻 而他也成为该年赛阳争夺战的风云任务 老季福利正在千里 2022年这位年满40岁的老将 再度迎来新的赛季 而立队11年的普侯斯 也宣布回归红雀 曾经的红雀冠军铁三角再度相聚 今年或许是温赖特最后一个赛季 他也将和老搭档莫里纳 老大哥普侯斯 一起书写不死了的最后传奇 截至目前 温赖特和莫里纳这组默契搭档 已首发高达321场 暂时排名大联盟历史第二位 共为红雀队赢下210场比赛 已经达成联盟历史 头补搭档最多胜的纪录 而普侯斯也在赛场上预创加紧 今年的季后赛 他们能否再创奇迹 拿下后别11年的世界冠军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